好 不過還是要關注疫情 屏東的一名八歲確診男童 幾天前全出勾收到四十一度 當時媽媽急著帶孩子去就醫 但是一連走到三家醫院拒絕 這樣的個案現在也凸顯出 南部醫療量能相當緊繃 為此屏東縣長潘孟安 現在已經要求三家醫院 類似狀況不能再犯 而衛生局也是著手在查辦當中 好 此外 現在亡羊補牢 屏東縣增上了兒童專屬的防疫綠色通道 希望可以輸減目前的醫療資源 吃緊狀況 屏東的醫療量還是非常的不夠 尤其是在兒科急診的部分 屏東縣醫院在質詢中舉出個案 一名八歲確診男童 這個月二十二號高燒四十一度 家長卻求助無門 連續去了三家醫院都沒有收 屏東基督教醫院因為確診案清消中 家長緊急聯繫部立屏東醫院 卻沒有兒童急診 接著保健醫院收治病患太多 無法處理 家長只能跨區向高雄的醫院求援 高雄長哥的回應是屏東不收 我們高雄收 那其實聽起來真的是蠻難過 蠻辛酸的 屏東什麼時候 我們的醫療大人變得這麼的吃緊 這麼的難過 還好家長即使收到親友協助獲得退燒藥 孩子的情況才回穩 但孩子一度成為人求 也讓家長對屏東的醫療資源心灰意冷 我們也要求他們一定要做檢討 不管部屏或是其他兩家私立醫院 我們都要求 這未來不能再有這樣類似的一個狀況 本局以韓文三家醫院查付 並提供相關文件至本局參辦 衛生局也發文全縣22家大型醫院 對於兒童緊急病況必須先行收治 縣內也持續增設 兒童專屬綠色通道的防疫及門診 給予第一時間的救治 記者林安平屏東報導